凌晨十分一群人站在路边 没想到这时一辆白色轿车 却突然通到他们眼前 没多久车上好几名凶神恶煞 怒气冲冲走了下来 甚至还有人手里拿着球棒和力气 眼见冲突一触即发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对空鸣枪 要嫌犯通通不许动 带来看当时画面 事发就在上个月三十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戏指大同路上 警方调查原来是债务纠纷惹的祸 当天陈进嫌犯带着一大群人要来讨债 没想到在路边发现目标 将他痛打一顿之后才发现找错人了 被害人气不过 这才料来竹联邦明人会的朋友到场报复 好在一名休假远警路过 赶紧呼叫支援警力到场 这才避免冲突继续扩大 事后死士名嫌犯也被警方依法逮捕